各位专业的音乐导师,有没有遇过以下的情况呢? 第一个情况,一些新报道的学生,上了四课之后不再跟你学 你花了个心机和时间,你不知道问题发生在哪里 第二个情况就是一些学生,他每次上课的时候 你感觉到他完全没有练习的,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第三个情况,一些跟了你很久的学生 你觉得他完全没有进步的空间,不知道怎么帮他提升 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大家好,我叫Homan,是Para Music的区域经理 管理接近40间的分校,和协助过超过1000位导师的教学 我想很多导师都面对过以上的问题 好像刚才那个情况那样,一些新报道的学生 上完四课之后,他不再跟你学下去 我相信经常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觉得这个姿势很难学,或者是恶利,他基本上听不明白 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导师选给你的歌,完全不适合他的类型 这种种的原因其实都是一个答案 就是学生没有兴趣 作为一个音乐导师,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 可以令学生得到最大的兴趣 如果我们在头四课就可以保持到学生的兴趣,培养到他的兴趣 基本上要让学生一直学下去,一点难度都没有 很多导师一开始都会专注在教学基本功上面 这个教学的理念,原则所有的问题都没有 但如果以我的经验来说,一开始那四课 如果你连一首歌都被他带不走的话 很快学生就会没有了心机 连他当初进来学音乐的火都没有了 如果这样而不学的话,就算基本功打得多好,或者导师多厉害都没有用 所以我们一定要令学生一直持续兴趣下去 我可以分享一些过往帮到我的方法 其中一个可以提升到学生的兴趣的方法就是 我们在头四课就已经可以令学生学到一首歌 那首歌有多简单,好像生日歌为例 只要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给到满足感的学生 他要继续在学的机会就会很大 而另一个方法,我们就要帮学生定立一个学习的目标 而学习的目标,我们可以分短期或者长期 短期的我们可以分为三个月至半年 而长期的话,我们可以分一年至两年 让他们知道只要坚持下去的话 三几个月就可以彈到自己喜欢的歌 好像小朋友为例 其实我们可以和他定立一个目标 就是只要他每天去连琴三十分钟 半年之后他就可以彈到一首《Let's Go》 成年人和青少年其实都一样 他们半年之后可以彈到《湿北无人》的其中一首歌 让他们知道其实我成年很快见效 好像跑步那样 如果他见不到那个终点 会没有了方向 不知怎样算好,很快会放弃 但如果他看着那个终点去跑的话 很快跑一跑去到那个终点 其实他自己都不知为什么 那当然了,到了这个终点 我们就要和他定立下一个终点 因为你要知道学音乐是项目止境 如果你有遇过类似以上的教学问题 你很想找解决的方法 拿去CAPEIA这个链 这个三分钟的教学片段 是会教你更多教音乐课程上的技巧 以及教你如何去冲迫教学上遇到的关卡 欢迎留言 亦都可以分享你的教学上遇到的问题